你們最近有沒有計劃去哪裡旅行? 見面到畫面上的景色有多漂亮呢? 沒錯,小編就是想跟你說外爾蘭島真的很值得去 今集就帶大家先來一個City Tour 第一站我們就去外爾蘭共和國的首都都柏林 這個城市給我的感覺是很有文藝氣色 地標都各有特色 坐這艘遊覽船就可以輕輕鬆鬆遊覽多個地標之餘 還可以聽著導遊講解更加深入感認識都柏林 但如果你像我這樣 喜歡深度得來又有打卡元素的話 這個姓森一學院的長圖書館就一定適合你了 它是全球七大最美圖書館之一 進去就像自身在哈里波特的場景一樣 真是忍不住要狂禁回門 內爾蘭黑啤可以說是世界知名 一場來到就當然要去見歷史酒創啦 展覽內容非常豐富 好像會教你分店小麥的氣味 講解一下啤酒泡真是學到不少東西 大家還可以去過玻璃外場酒吧 邊欣賞都柏林的市景 邊探望一杯黑啤 還想再輕鬆一點 那不妨去馬廷波巴一帶 是都柏林酒吧的集中地 無論在街頭還是酒吧都有漂亮的特色 第二站是賓外爾蘭首府 胡爾法斯特 這個城市不算很大 而且被人感覺很悠閒很舒服 因為鐵達尼號就在這裡建造移城 所以鐵達尼號博物館可以說是必去的景點 裡面的展品又多又細緻 進去就好像自身在鐵達尼號現場一樣 真的非常震撼 城市風光就講到這裡 但是外爾蘭島的魅力又怎止那麼少 下一集帶你離開城市去到郊外 感受一下什麼叫做得天獨厚的自然美景